Hello大家好,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开箱 如果你看了前几天的那个Vlog 这就是我其中提的一把枪 它是CZ的P07 CZ这个产品它在业界的口碑和Glock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还没有打开过 然后今天和大家一起看一下箱子里面到底有什么 它的价格只有500美金左右 有相当于一个Glock 19的一个价格 我觉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打开之后呢这里面的东西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多 我觉得还是挺丰富的 我觉得和其他的枪至少Glock应该没有这么多零件吧 还是做的挺贴心的 然后有两个弹架 然后这个弹架呢是9毫米的弹架 但是只有10发 然后我可以看到下面其实还能装一些子弹 但是不能装的 是因为我在的华盛顿时候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新的规定就是我们只能配戴只有10发的枪的弹架 这个小零件可能就是那个single double action的一个替换的东西 现在上现在枪上面的可能就是single double action 然后其中可以添加了一个你可以把它换成一个single action的 然后还有一个替换的小零件 然后这个的话是可能是那个替换grip的 就是替换它手后面握住的那个配件 然后我相信这个default是一个s small 然后还有一个是medium和large 如果根据你的手型的大小 你可以把它给替换 让你的grip更加的紧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已经讲过了 还有就是一个小零件的小工具的一个pin 还有一个其他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了 反正可能就是拆卸枪 你在清理枪的时候会要用到的一个小零件 然后还有一个清洗的一个配件 就是你可以用它来刷你的枪chamber 然后枪管 然后这个可能就是当中可以塞一个小棉条 然后塞进枪里面去清洗 最后一样东西就是这个啊 这个就是一个锁 佩戴的一个锁 你可以把你的枪不用的时候 可以锁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好了那就是所有的配件就是在这里了 然后就是这把枪了 然后这个枪大家来看一下它的细节方面 这个是第二面 然后这里有写着是杰克制造 然后这里是枪的型号 CZP07 然后它是一个9毫米的子弹 我主要来聊一下这个枪的两方面吧 就是一个外观和它的功能方面 首先拿到这把枪觉得 电力已经开过这把枪了 其实我对这把枪的颜值我觉得它是非常在线的 就整个不说它的细节方面吧 我这个枪长得就是非常的sporty 就感觉是非常的一个运动款 然后看上去就像一个非常高端品牌的运动鞋一样 如果你看它这里的这些磨砂的细节方面 然后再加上它的polymer是有一点metallic的感觉 然后上面金属上面是磨砂的 然后我觉得它的颜值是和sig可以相提并论的 其实然后我们就说到这个细节方面 它这个一楞一楞的设计是帮助你手在握着的时候 知道你手握在哪里的一个设计 它有了这个小细节 就使得这把枪它即便有了一些繁琐的这些细节 但是这整把枪你不觉得非常的不好看 觉得它添加之后让这把枪有了一个自己的个性的环节 而不是其他的枪虽然做的简单 但是它不是的那么不是那么颜值带现 首先买这把枪呢 是因为它的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设计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里 它的slide是有一个embedded是嵌入进去 这个设计呢是CZ自己的一个拳头产品 他们也是做这个嵌入式的一个鼻祖 然后是在Core World的时候 这个设计呢是被很多大厂给效仿的 然后我觉得如果要买embedded这个设计的话 就得买一个OG产品的一个想法 然后CZ这个品牌呢大家可能都不是很了解 是因为有一个历史原因的就是就是Core World 冷战的时候捷克和美国的关系使得捷克的枪支是不能在美国卖的 但是捷克的枪是在欧洲比较流行的 然后再加上这把枪呢是single double action的 并且它下面并且它下面又是polymer的使得这把枪 使得这把枪在它这个价位期间非常与众不同 如果要同样配置的话我们再有的选择可能就是HK了 HK同样配置的枪可能都均价在1000块左右 还有一个地方呢是我觉得非常是我比较在意的一个地方 就是每次它release它的那个弹夹的时候 它是会弹出来的 以前用AR的时候也是弹出来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设计是非常的深格我心 所以我觉得我每次按的时候我不需要手去拉一下 然后我们放两颗夹子弹上去看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里有个小开关让它的hammer上去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里有个小开关让它的hammer上去 首先呢就是我们在double action的时候它的trigger是没有这么容易的能把它往后拉 因为会很重 再来就是当我们把枪放到host的时候同时我们的大拇指也在hammer上面 这样如果有任何东西勾到了你的trigger 你的大拇指是会直接感觉得到的 因为它那个hammer会往后面滑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single action 这个trigger的感觉呢是有一点距离的就有点长 要往后拉一点 然后它同时也非常的顺滑 然后对于手腕没有力气的女生来说 这个embedded的设计它可以减小它的felt recoil 然后很多手枪会给我一个很大的felt recoil 这样的话它会经常的卡壳 所以我希望这把枪能有这个设计的加持之后 使那个卡壳的情况减少发生一点 然后我试完这把枪会给大家一个反馈看看是不是这样子的 好 总体来说我认为这把枪的颜值是非常在线的 同时它的unique design让我对这把枪的期望非常高 然后我会带这把枪去设计场来给大家试一下 看看它是不是真有这么神来解决我多年卡壳的这个事情 好啦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